细时真的不道理不信者 上次做直播帮这部机开箱 开到一半电脑没有电 令直播停止了 开箱了 应该正常的声音都好像正常 画面又正常了 要再拆资料 但很多稳压 这里三对 同时间整个开箱我录在机上 这部机我录了100次都没事 但那次不知为什么不见了这些材料 弄定这个开箱就变成不存在 只剩下YouTube 画质比较差的版本 所以我决定将开箱过去 留点时间和大家设定这部机器 因为这部机器里面有很多东西可设置 也要用少时间和大家分析研究一下 大家好, 我是国仁 欢迎来到feversound.com 今天影片会有少少不同 因为大家看到片长非常长 但其实其中有一个很大段的时间 我是用来录音乐 因为每次我有机会试实看碟的机器 我都很想拿一支碟跟大家介绍 以往每次我要做这些东西 那时候我都是因为片长关系 我将这些介绍软件的部分剪掉 也将一些录音的选段再削减 今次我觉得我选了几个点 我都很喜欢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而且这部机器也相当不错 我觉得... 我想尽量保留录音的部分 介绍软件的部分 所以我这部影片里面已经认识了 chapter 如果大家想看哪一部份 可以看 chapter 如果有时间 心情比较轻松一些 就可以整条片看完 希望这条片会令你觉得花这20分钟是值得的 正式介绍之前再提提大家 如果大家想看更多耳音器材、产品测试、影音教学和市场最新资讯 记得订阅我们feversun.com 的YouTube 频道 多谢各位 我们的频道刚刚超过了10万订阅 另外点赞我们Facebook 和Follow IG 另外还有可以 如果你有玩VV 的话 也可以在VV 里订阅我们的Page 以及任我们的群組聊天 那里也会有很多幕后花碎给大家看到 好了,由于影片长了 我开箱又炒了 但其实这段影片没有开箱 我将要讲话都放在后面 所以都可以的 我们现在立刻去讲一下机背 以及第一个机内是什么材料 基本上是一目了形 机背是非常简单的 马来西亚製造 这个其实很多Pineyar机都已经是马来西亚製造 RCA头的SPDF 数码同族输出 以及Toxin 光纤数码输出 上面这个USB 输入 稍后才说这个USB 非常独特 真是闻所未闻 然后Analog Out就是 没错了,是有RCA 的立体声模拟输出 对了,没有平衡的 70就有,这个就没有 但这个RCA 的规格 其实都是与70是同级的 一会儿开机箱里面看就知道了 这个USB 解码是相当之有型 日版如果大家有留意的话 是没有USB 解码的 我们现在看到这一部是欧洲版 欧洲版就加了USB 解码 为何呢?可能欧洲的用家需要多些USB 解码 但更有趣的就是 这部机器 这个USB 解码 它是不支援 High-Res 的 即是那张贴在机身上 可以漂亮的1%的 High-Res 贴纸 这里是不能贴上去的 但同时它是支援MQA Full Decoder 即是如果你的讯号是有MQA 的讯号的话 它可以爆出来 最高可以爆到384kHz 还可以的 你说是否真的一个很奇怪的解码呢? 好, 看看机器里面 机器里面其实跟70mm 非常相似 不会因为它是50mm 整个机器会跌一级 但当然有些地方是偷看了 例如整个机器的底板 70mm 是有双层底板 这个是单层金属底板 其他左右和前后 依然都会做一个厚身的金属屏蔽 特别在左右其实是两层金属屏蔽 Pineer 其中一样享负成名的技术 就是它们做这个光学实信系统 做得非常之好 大家看到这个风潮备震的光盘 是它们自家研发的 亦做了重型金属屏蔽 和浪高了 令整个转盘在更稳定的情况下 可以运作 给这个钱的朋友 对供电一定是要求的 这部机器亦都秉承着70mm 这部机器亦的供电是一模一样的 就是有两个 Analy 牛 那是方牛 但都是Analy 牛 一只是Digital 一只是Analy 分别是为机内数码和模擬 不同线路部分做供电 中间分开两层 下层就是数码Io 有数码输出、USB 进入之类之类 在下面我们看不到它用什么芯片 上面这个阵容也挺顶盛的 这个是供电的线路板 我们会看到上面有Pineer自己订制 4700mm 1G 的铝波电容水塘震 说真的, 以一部纯Audio 的Sauce 机来说 这个供电相当不错 旁边这一块大的线路板 就是一块DAC 加上 NL Output Stage 模擬讯度放大线路板 核心我们会看到中间有一块ESS 的芯片 这一块芯片和之前70mm 也是一样的 本身是一个8频道的DAC 芯片 70mm 就是两粒 50mm 就是一粒 为何欠了一粒呢? 就是因为70mm 有Balance 输出 要用两粒芯片来做放大 但50mm 就是Single N 输出 所以它们用一粒芯片来做放大便可 好了, 大家看到这里有一个金色盒子 这个金色盒子是50mm 独有的金色盒子 这个就是MQA 的讯号处理 下了一个铜金属罩 令它不会那么容易受到 机内其他零件的干扰 这部机器有很多东西 但在不同状态之下 设计有少少不同 我们在这里简单和大家说 在USB DAC 吃44.1 普通时 就只能够两样教 分别就是Auto Standby 和Power On Play 现在USB 解码 吃MQA 讯号的时候 又有什么可以教呢? 都只有两尾 我们现在播放一只MQ ACD 就多些东西 多了什么呢? 多了Digital Out 还有这个是Loading Mode 这个Loading Mode是什么? 就是入碟速度的快和慢 现在Lormal就慢一点 是很少的 OK 其实这个Train 我觉得很静的 因为我的麦克风 其实现在就放在这个Train 旁边 来吧 好了,播放了 这部机器显示 就会看到MQA 这个字样出了 不如试试Fast 会快多少 直接这样玩 咦? 真的快点 噪音也不是影响很大 其实我会选Fast 因为爽一点 SACD 有什么可以玩? 多了Lock Range Lock Range 是什么呢? 其实是里面主食中 一个容忍Jita的能力 Jita 即是数码时机身的 实真 Default 其实是6 Default 6 即是容忍Jita的能力 越高 即是播放越稳定 但理论上 计则越低 解码越精准 所以 我就尽管试一试用1 来播放 正常播放碟一定是没问题 但如果是 USB Deck 有可能因为Source 有大量的Github 送给这部机 它可能会锁到有点声音 逐个逐个试 看看可不可以按到1 接着就是播放一只普通的 CD 这里多了一个 Upsampling 在 CD 时才有 它都是没东西给你教的 都是 On 和 Off 我在这里听 其实我觉得 On 了 那些声音会收边一点 结像会锋利一点 我个人觉得如果你的系统 解像力够的话 其实是不用升频 因为升了都挺理性的 这个显示就是什么 就是你播放MQA CD 时 看看究竟爆了的 MQA 讯号 最尽可以去到多少 例如这张 MQA CD 你看到它爆开了的 MQA 讯号 最尽是88.2 这张你看到它爆了的 MQA 讯号 最尽就可以去到176.4kHz 另外 顺便和大家讲一讲 MQA CD 所有的 Sampling Rate 一定要是 Base on 44.1kHz 另外 MQA 旁边又多了一点 这一点代表 MQA 究竟是蓝标还是绿标 什么叫蓝标 什么叫绿标 MQA 蓝标 表示整个 MQA 的讯号 是经由唱片舞台的公司 一手一脚包办去处理 而 MQA 录标 表示它有可能在处理上 已经不关制作单位 是有其他技术人员帮它做处理 例如这张 MQA 旁边没有一点 就是录标 是不是音质一定会打折扣 也不一定的 它只不过告诉你 MQA 处理是否关制作单位 这一部机器还有一样有没有事 就是如果你是将高热标 烧到 CDR 或 DVDR 放进去播放 它也一样可以播放 native 的高热标 但USB 也是不支援高热标 所以我相信这部机器 它的主力都一定是起到 44.1kHz CD 和 2.8kHz 的 SACD 光碟 和 MQA 的讯号 这三饭为主 接下来是录音的部分 为了隆重歧视 我将这部机器配合我现在用的参考系统 直接用它的 Analog Out 搏进去我还没买得起的 Vitas Audio SL 103 前级 接下来加入 ATC SM 100 ASL 有缘的喇叭 去听 应该是2020年其中一张必买的碟 就是John Williams Live in Vienna 这一款是日版 这是MQA CD 加上一款看得的 Blu-ray 这款 Blu-ray 有Duby Admos 爆了出来的MQA 资讯 是有 176.4 规律 Erezy Lun Sang 作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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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想和大家播放一张普通的CD 相信买这部机器的人 如果真的听碟的话, 最多都是普通的CD 这一张是Secret Garden 的新碟 去年出的, 叫做Story Teller 很心灵的音乐 我想给大家听的 其实是Alison Lau唱的 最后一首《Sunshine》 能够陪你练过于一场 Just a little sunshine Soon there will be sunshine 《九石阳》的最强精选 都是去年的碟 但是是一张商碟 我觉得里面真的 是我这个年纪的人 音乐都耳熟能长 了 《九石阳》的最强精选 现在需要的电话 现在需要配出这个筒子 試试了 repeatând裤的耳言 派工箱 bits 体色々可以选择其中要求 不想播歌的 我有两支碟都觉得推介的 包括这一张 Acoustic Now 重新演绎经典每个都会 但要唱到有味道 就不是每个都做得到 我觉得它是做到的 不过我打算录音给大家听 反而是另外这一张 这支碟就是 The Best of Foreplay 一个很丰富的音乐演绎 亦都有人唱歌的 不只是音乐 我个人觉得这支碟是挺好听的 所以我就录给大家听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作为一部可以同时间播到CD、MQ、ACD 又可以播到SACD的机器 当然要播到SACD 容许我比较牵心点 我选回我们 我有份在制作里面出一点力的SACD 就是这个Recruise Explorer 录音导航第一集的一支SACD 当然它是第一集 我当然希望会有第二集、第三集 一直下去 但是世界变得万万千 很多东西都不可以我们 如愿地去做 希望之后有机会可以 继续这个很有意义的项目 心中确实有点甜 难道我对你已经挂牵 即使不完美 仍不足够你 大家都在尋酬消失的过去 无论欠虚 无论欠虚 不止他想插队 Bulling Grow on a bell of librai 我现在想插队 时间紧逼,尽快谈谈谈声 但其实这部机的声音 也不需要很长篇大论去谈谈 这部Pineer的PD50AE 虽然这次没有跟70AE来做AB比 因为没货 但本身它的声音 是跟Pineer一直以来的 跟Pineer一直以来的机都一样 其实做得非常平衡 分析力相当高 十分高 音乐细节的还原能力 和动态都比很多同价机种离比 有个之以无不及 所以这次你会发现 我有很多古典乐 甚至是大爆棚的选段 来选择给大家听 以往很多这些价位的机 其实可能就是听一些人声 听一些好听的歌 那就OK的了 很少会每次都用到古典 甚至大爆棚来试 通常这些是考机很多 要贵一点的机才有好一点的效果 但它都做得到 所以这件事绝对是它的强项 但有哪一份是弱项呢? 刚刚刚说过这部机没什么特色 声上的力度也轻到不可以再轻 我不是说它薄声 但是是淡口 但它有一个好处就是 它是相当受保的 什么意思呢? 即是你换一些权材 甚至乎沾一些东西 其实它的声音马上就会有不同的变化 所以这个特性就引发无限可能了 就是你可以将它这部机 教到你自己最喜欢听的那种声音 都还可以 但不好处的地方就是音响的附件 你知道可便可贵 所以分分钟 一个不幸的放在这部机的宝品 分分钟可能是这部机的一半价钱 甚至乎更多 你说到时是否很肉赤呢? 它的MQA 重播 真的做得相当出色的 几个碟 或者我用USB 线 接了去Sunday Angel 走Rune 去听Title Master 这部机播放MQA是更加讨好的耳朵 主要说到这里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就要快些做决定 因为以我所知 这部机在2019年5月 在莫尼克音响展时公布 但想想到现在才有货 如果大家不值在这个价位 又想买一部有质素的光碟机 可以播放MQACD、CD和SACD的话 其实都没有什么选择 我会建议你们快点买 因为买了这批货 究竟下一批货何时到 其实真的没人知道 可能是好快 亦都可以是很久 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就真的快手一点 今天为大家介绍Pioneer 最新推出的 SACD、CD、MQACD播放机 PD50AE 就介绍到这里为止 喜欢我们拍片的朋友 给个赞我们 未订阅我们的频道 记得订阅 订阅后记得按着频道 旁边的小铃铛 有新片出你第一时间收到通知 看到这里我真的要跟你说一声多谢你 因为这条影片应该有20分钟长 特别我 其实很不想这条影片去到这么长 希望大家看得开心 下次再跟大家介绍下 不同类型的音响产品 下次再见 拜拜